男精靈遇上郭富城 這個是什麼玩法? 厲害啦! 晴晴擔任男精靈藝術展揭幕嘉賓 還有份設計其中一個蘑菇屋 啊!究竟晴晴的時間是怎樣來的呢? 明明接下來又要搞演唱會 又會有時間搞設計 只是練歌牌沒有陪女友都沒了時間啦 咦?難道現在玩閉關 戒女會不陪女友? 不會影啦 你搞我這麼勤力就知道啦 你剛才說喜歡爸爸 因為一家之主 你不是都想做一家之主嗎? 是的 憧憬 憧憬嗎? 將來 我想每一個人去到每一個階段 其實因為每個人的思想 每個人的工作 每個人的發展都不一樣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 人生我想是有不同的階段 我想將來 我都希望可以自己成為一家之主 你現在未到這個上場 未啊! 不是!不是! 因為我的工作量太忙 大家都知道 我又要拍電影 又要宣傳電影 又要去做自己的首流演唱會 你突然問我這個問題 我也不知道怎樣回答你 暫時我都是做了手上的事 因為我的責任感太強 我不可以丟下 因為你想想 我們是 我們這次用了40個舞台 我每一個回去 其實每一個舞台都很用力 很用心去 去 希望配合到我的舞台 配合到我的演出 那我成為 暫時在我這個舞台裏面的一家之主 我覺得我有很大的責任 我看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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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責任是很重大的 你知不知道 這樣也得到 因為你其實很少是 因為你很少在這個舞台裏面 去動用到那麼多的舞蹈員 除了一些大型的演唱會裏面 所以 是的 所以 還有我們後面的團隊呢 我們團隊都超過百多天 所以我的責任非常之重大 所以 我現在的心就是 希望可以做一個 很出色的演唱會 很精彩的演唱會 去答謝他們 和答謝所有的 國迷